禮拜六、禮拜天 把它換不同的顏色 包含就是字的顏色跟底色 兩個部分 那改的方法第一步 記得你一定要選對的範圍 哪個範圍 就是你要設定格式化的範圍 那當然呢 設定格式化範圍一定是從哪裡 從A2吧 你不要從A1開始 A1就是來問 這根本不是要設定 你從A2 向右向下選 所以我還是建議 你如果向右向下選 Ctrl Shift 向右 再向下 這樣就好了 蠻方便的 這招我建議是還要把它記下來 Ctrl Shift 向右向下 第一步 範圍選起來了 第二步的話呢 那我們就是 去給它一個條 常用裡面有個叫設定格式化條件 然後新增一個規則就好了 那因為我們有兩個規則 一個是禮拜六 一個是禮拜天 OK 那我如果新增規則 我希望呢 禮拜六 它一個格式 可能是 淺的綠色 深的綠色 字的話 是深的綠色 一個對比色 那禮拜天的話 是黃色的底 紅色字 綠色像這樣 那怎麼做 那 設定格式化條件 裡面的新增規則 你會看到 它上面就一堆 你會看到 第一個一定不會是 因為它這種最低最高 不是 範圍也不對 其實喔 請你直接選最後一個 使用公式來決定 要格式化哪些儲存格 這邊所謂的公式 其實因為它有支援函數 也就是說 比色裡面的函數 的使用方法 在這邊都可以用 那缺點是說呢 它這邊沒有辦法 像我們插入函數啊 它會自動帶 所以變成說 你要自己打 所以這邊比較麻煩 那打的方式 這邊的話 記得喔 第一個就是 等於 等於的話 就是有點像 它比如說 當什麼呢 當什麼情況發生 當 weekday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就是自己打 weekday 刮弧 哪個儲存格 後面的話呢 因為我們剛剛選的是 從A2到L32 那這個範圍裡面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只要跟它講 你要從哪個儲存格 開始 幫你做判斷 所以通常是 左上角那個儲存格 所以你跟它講說 喔 你幫我從A2喔 這個範圍 是A2到L32 那我希望你從第一個 幫我判斷起 就A2 然後呢 如果 weekday A2裡面的 這個日期喔 它回來的是 禮拜六的話 那應該什麼 等於 等於7 有沒有 所以 這邊可能兩個等號 一個都不能少 也就是當 這個weekday裡面的結果 等於7 為True的時候 那我們就怎麼樣呢 格式 格式部分的話呢 是我就給它一個叫 色彩給它 深綠色的 OK 那底色就填滿 填滿一個淺綠色 淺綠色這個 深綠跟淺 或者其他顏色都沒關係 你自己找也OK 然後呢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這邊顏色就幫我填上去了 那再來一個 再第二個是 禮拜天 禮拜天的話一樣 使用公司來決定 那 禮拜天的話 等於weekday 所以其實 剛剛你也可以把公司 先複製貼過來 蓋 最後那個數字就可以了 好 weekday A2 假如它等於 你不知道 禮拜天的話 是1 OK 那就幫我設定格式化 底色的話 就填滿 填滿黃色 字的顏色的話 來幫我填成紅色 OK 按確定 這樣的話 按確定之後的話 就 大功告成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只要是禮拜六的 它就全部幫你填一個顏色 禮拜天 就幫你填一個顏色 OK 那這樣的話呢 相對 設定格式是最快的 也就是說呢 在設定格式的話 裡面是有資源 那個 函數的 OK 不過特別是 大家同學最容易 忽略的是 你要先選取範圍 所以第一步一定要 把A2 Ctrl Shift 向右 向下 把它選起來 這樣就 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設定格式化 設定格式化的部分 那 再來的話 我們就 接著繼續 再來看那個 統計率 跟數學統計部分有關的 可以試試看 設定格式化條件 另外 另外當然 你如果要把這個格式拿掉的話 你不能用那個 清除格式 你如果要移除的話 那這邊也不叫清除規則 整張工作表的規則 你必須要從這邊清除 你如果從那個清除格式是 沒辦法清除掉 清除整張 這個工作表的規則 這樣就清除掉了 OK Ctrl Z 加上去 好 格式化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也許 試試看吧 那 這個部分的話 日期 那其他的話 然後 還有就是 這個 有些日期 格式 這個我想 大致上 大致上 比較重大大概是 這部分 那 待會的話 請各位幫我開啟 那個 第三個單元 第四個單元 再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 有關 數學相關函數部分 那 待會請各位幫我開 那個 數學函數 數學函數 這個 這個例題 那 直接 點選 那個 sumif這個部分 因為sum應該比較簡單 sum大家都會加總 只是sumif 那 所謂的sumif是什麼 就是說 你 它其實是有點是把sum跟if 結合在一起的 等於是 二合為一的一個函數 也就是它加總是有條件的加總 而不是說呢 它沒有條件的加總 那sumif的話呢 是一個條件的加總 OK 也就是如果你有一個以上的條件的話 那你就要用另外的函數叫 sum sum 如果你多個條件的話 sum s OK 那比如說要以這一題好了 你們待會就 開啟那個數學函數裡面的 這個sum if部分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加總 這個範圍裡面的那個什麼 欸 銷售部到底有幾個 跟我加喔 如果它的條件在這裡 那要加總在這裡 欸 這個是條件 這個是要加總的 那最後的話呢 把那個什麼 銷售部的部分喔 放在這裡的話 我先把它偷軟一下 銷售部這三個是C 那你可以喔 插入函數 找到也有一個叫 這個應該是放在數學三角函數這裡 啊 sum的話呢 就是在底下 sum if 底下有個sum ifs 我們要sum if 然後 第一個 range range的話呢 指的就是 哪一個 你要 所以特別是喔 如果sum if 一般我的理解是這樣 就是 range跟criteria是一個 然後呢 底下是sum的部分 所以喔 rrange指的是 你的條件 在哪裡 所以喔 我們第一個 range請你選舉部門 第二個的話呢 criteria是你的條件 條件的話 如果等於什麼 銷售部的部分 那一樣銷售部一定要是文字 ok 也就是他會幫你去 針對這個criteria條件喔 去 這一個範圍找找看 那如果找到的話呢 他會幫你得加哪一個 相對應的那個範圍 就這個獎金 也就是這個是銷售部 那就幫我把 另外一個範圍的 同樣位置 的獎金幫我加起來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其實就是什麼 銷售部嘛 1800 1500 然後這樣1200 全部total加在一起 那就剛好 4500 ok 那如果開發部的話呢 一樣我們把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呢在這邊 把它貼上好了 直接就是 再改一下 改什麼呢 這邊喔 剛沒貼 把這個Ctrl C 取消 Ctrl V 那只要把這邊 銷售部呢 改成叫做開發部的話 打個勾 這樣的話 也就是一個 1000加1500 對2500 那沒錯 那還有一個方法 底下部分喔 除了說 裡面是一個文3 3米幅 的 複製一下可以是文字之外 它也可以是 呃 比大 或比較小 有沒有 比如說大於多少 小於多少 那這個部分的話 在底下 大於5萬 銷售金額 所以一樣嘛 插入最近使用過的好了 3米幅 Range的話呢 就是銷售 條件喔 剛剛是 哪一個 你可以在前面加一個大於 大於 大於5萬 大概5萬 對 各時 OK 那你會發現喔 你加一個這個的話 它表示說 這個 以上的 大於5萬的 資料不好抓出來 那剛剛這個文字 那個文字出現 所以兩個 如果沒有 這個叫運算值的話 它就是找 那個東西 那如果有一個運算值 它就幫你找 大或小 那其實也可以 大於等於 小於等於 其實都OK 但是這邊它沒有資源喔 我覺得這蠻可惜一點 就是 IF裡面是有 那個AND跟O 有沒有 但這邊沒有資源 我試過了 OK 也就是喔 你只能放一個條件喔 你不能像 剛剛那個IF後面是放 AND 然後刮鬍第一個 刮鬥點 第二個 第三個 如果可以是非常好 但問題這個地方 我試過是沒有 如果有的話就太好了 如果下一個版本 這個函數加一下 這個問題就好用多了 不過 目前就沒有 所以有些時候啦 函數是這樣 它蠻死的 沒有就是沒有 那如果有的話 可能要下一個版本 但問題下一個版本喔 可能2019好了 那不然你要 就要花錢去買那個新版本 有些是新功能才有 舊功能沒有 那問題是 你還有一個費用 這個可能會增加成本 那大於5萬的話 幫我把銷售人員的數量加總在一起 所以把銷售人員放在3Range裡面 按確定 那就26個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比較簡單 後面的話 有一題比較困難的 007這個 待會如果這個做完之後 試試看喔 這個 如果產線人員喔 剛剛是產線 產線人員喔 可是我們這邊有一個麻煩的地方 他叫產線1 產線2 產線3 你要把 只要是產線 前兩個字是產線的 通通都加總起來 那不過這邊的話 也有一個提示 其實是支援萬用支援 星號 也就是喔 那個字不管是什麼 那可以 所以卡片後面有支援喔 星號 另外一個肉號也可以啦 問號是固定的字數 星號是不固定的字數 OK 那可以試一下這個 007這個Range題喔